其实他们在那个时代 就是想做一个特立独行的艺术风格 他也是跟这些大师生活在一起 我们到底是在羡慕 他们那个时代什么东西 前段时间去墨尔本 看了毕加索 年代的他周围的大师的作品 这跟法国的彭皮杜去联合策展 跟这些大师同时代的 他的流量远远的被毕加索 马蒂斯这样的名字盖下去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挑几个来讲讲看 其中有一个就是 调制布拉克 基本上去搜布拉克的名字 他一定是跟在毕加索后面的 毕加索跟布拉克 放立了立体主义 当时他们俩是有方法的 有点像一个公式 我要有一个侧面 两个侧面怎么切割 其实他们在那个时代 就是想做一个特立独行的艺术风格 我在讲讲当中 看到了一些布拉克立体主义之外的创作 他的那个构图 色彩 笔触 美感上 视觉上的这种愉悦 是远远大于他立体主义的作品 布拉克的作品 他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 他的色彩不是那么鲜艳 他是以综合色那种色彩 为一个创作计较的 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时代 法国巴黎 蒙马特区 那就是一个标志性的 那帮文艺青年 那帮大师聚集的地方 闪光活跃的地方 其中有一个人 莫地利亚 很独立的存在于其他的一块 他其实跟他们也是有 前四万里的关系 但是后来全闹歪了 他把他所有的情绪 都发现到他的艺术创作到 他的作品 约队可以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可能收到非洲艺术 但是他最后呈现的时候 会比较做得比较优秀 莫迪他其实是属于那种 同行会眼红 羡慕 嫉妒恨的那种 他有足够的自信 一直比较特立独行 他独特的点是因为 在那个年代 大家都在不停地追求创新 莫迪他就偏偏是坚持古典的创作 但是他又不拘泥于古典 从中又诞生出 自己的新的视觉的表达 特别是到了后期 很有识别人的脸 那个修长圆润 眼睛是一个人心灵的窗 画作也是 你传不出来是要看眼睛 但是莫迪他 你很多作品里边 就眼珠子都没有了 其实并不影响 你感觉到这个人会有情绪 而且他雕塑作品也是这样 就是脖子替成的 他整个艺术也就是 很自然而然出现 没有去模仿别人 而且他有一个 很识别性的东西 就是他画的裸体 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让人唏嘘的点 他人生当中 唯一一次个展 开展当天就被人举报 警察就把他给关停了 还有一点让人很唏嘘的 就是见识的残酷跟冷漠 莫迪一死 有一些小酒馆 或者一些咖啡馆 商人啊 他们就翻箱倒柜的 去找他以前的那种手稿 或者说他丢下的一些画作 当时是被大家根本看不起 甚至说 几次他把工作室所有的作品 加在一起去变卖 才卖一百英镑 但是他一死 立刻就开始有画廊 经纪人开始到处去搜罗他的作品 同一时期 立即处于其产有一个 画家 马利·洛朗桑 肯定是没有这样 这些顶顶大名的 这样大师那么优美 但是首先他自己也是才华横移的 其次他也是跟这些大师生活在一起的 马利·洛朗桑 他的出身没那么好 他算是一个私生女 不过他妈妈从小培养他的艺术的天赋 后来他就结识了 整个巴黎这个圈子里面 当时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他是个诗人 叫做阿布利奈尔 你可以通过洛朗桑的了解 那个时代 你们之间的生活的状态 其实他有一定的历史文献的作用 包括他卖出去的第一幅画 就是这个阿布利奈尔 帮助他销售出去的 画里面有谁呢 左边是比加索 比加索就很明显 旁边的是他的情人 菲尔兰多 中间的这个看着面相 比较富态的这个形象 就是阿布利奈尔 最边上这个名字 就是他自己就是洛朗桑 这次其实在 墨尔本的这个展里面呢 就有一幅马利的作品 被这幅画本身所吸引 我才了解到这个艺术家 他画一幅影像 我就比较三四个人 错过人 很多时候他那个构图 那种感觉和那个亚非能的受语 他后来有段时间是 深受比加索的影响 特别是你刚才说到 那个亚非能少女 而且你看这个色彩 这有点像 赛上了 他这段时期 就是在极力的融入到 这个潮流当中 刚才说到 他跟阿布利奈尔 是恋人的关系 但是中间呢 两个人没有修成正果 后来就是一战爆发了 阿布利奈尔就战死在天线了 马利就得知了 这样的一个悲伤的消息 绝不真 所以你能从他之后的画作当中 能感知到这样的情绪 他都画的 大量的用这种 龟蒙蒙的色调 女性的那种 忧伤的那种情绪 重斥着画面 你说女画家 我就想到 韩玉良 其实他那个画风的感觉 和莫迪利亚迪是有一点点像 他在上海 读了一段时间 美术之后 后来就去留法 相当于是在 比加索他们这个时代之后 受到这些人的影响 非常非常大 你从画作上面 很明显能看 蝴蝶的女部片子嘛 女业巴黎 他里面那个主人 孟茴 当时巴黎的小船馆里面 确实让人很着急 我们到底是在羡慕 他们那个时代是什么东西 我们一种理想主义 都会觉得 他们凑在一起 就是会谈一说 会搞创作 你想象一下 喝大酒 一烟雾缭绕着 大家也聊了一些 有的没的 肯定席间还夹杂着 各种脏话 黄色段子 都会有 但真的能出东西啊 我不知道 就可能 鬼与时代的原因 过了那个时代就过了 就没有了 其实倒不妨说 回到最原始 最本真的那个状态 比方说画画 你就好好画 你就钻研每一步 你的笔触 你的构筑 你的颜色 你就把它钻研到 最极致的那个状态 总比你去每天想 什么样潮流 那种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 最简单的一个词 就是真诚 你最诚实的 对待自己创作的每一步 自然而然是能给你带来一个反馈的 就能给你带来一个反馈的 这样的东西 就能给你带来一个反馈的 对待你带来一个反馈的